重要的不是你懂得什么知识,而是你认识什么人。这话确实不假,但真实情况却也略有不同。大部分成功学书籍都说社交圈子很重要,但事实通常并非如此。 我们发现,有些人虽然认识很多人,但却并未因此取得杰出的成就,他们的经历往往被过于分散了。 同样,那些爱搞政治,认识许多企业领导者的人,也不见得一定会成功,无可否认,认识一些有权势的人固然重要。 但是,如果你的社交圈子中有太多这样的人的话,同事和下属往往就会觉得你过于利己主义,从而使你失去他们的支持。 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,我们发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社交模式,业绩与幸福感始终处在公司前20%的高官往往都拥有多元化的精准圈子。 这些圈子的人来自几个不同的领域,处在公司从上至下的不同层级,而且高管们会与这些人建立高质量的工作关系。 我们发现,这些表现优异的人所依赖的圈子可分为六大类,而这些不同类别的人能够从各个方面帮助改善他们的事业与生活。 如何建立社交圈? 同时在个人层面上,得到更多的成长和平衡。 你的核心圈子中的人应该是正面行为的典范。 如果我们身边围绕的都是充满热情、诚挚真实、慷慨大方的人,那么我们也会成为这样的人。 数据显示,优秀的人通常会与下列三种人建立稳固的关系,能够提供新信息、新专业知识的人。 其中包括,公司内部和外部客户,能够提高他们的市场意识。 其他部门或地区的同事,能够与他们分享最佳实践。 其他行业中的联系人,能够积发他们的创新意识。 拥有正式权利的人,因为他们能指导、分析、提供政治支持与资源,以及拥有非正式权利的人,因为他们能提供影响力、帮助协调项目以及支持员工,能够提供发展反馈,这一决定,去动他们变得更加优秀的人。 在事业起步阶段,一名员工很可能会从上司或客户那里得到指导,之后,提供指导的人则更多是教练,值得信任的同事或者配偶。 另外,那些满意度最高的领导者,通常会与下列三种人交往,支持他们的人,譬如当他们工作不顺利,是帮助他们重回正会的同事,以及让他们卸下防备,做回自己的朋友。 让他们拥有使命感或价值感的人,譬如肯定他们工作的上司和客户,以及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深夜意义的家人或利益相关者,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活动,从而在工作与生活兼取得平衡的人。 在这些朋友的影响下,他们会积极促进自己身体健康,比如运动,保持自己头脑灵敏,比如爱好,教育课程,或者促进自己精神健康,比如音乐,宗教,艺术或志愿者工作。 那么,我们究竟该如何构建一个如此优质的社交圈子呢? 我们建议采取自布方案,分析,获率,增补,利用。 一分析,首先,看看你的社交圈子中都有什么人,这些人处在什么地方,在你的团队,部门,公司里,还是在公司以外,你与他们之间的交往给你带来的一处是什么? 这些交流能够给你带来正能量吗? 最后这个问题相当重要,此生具有正能量的人,会激发身边的人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 研究显示,如果你的社交圈子中有这样的人,那么你之后获得成功的几率会更大,这些人不一定活泼外向,或者拥有超般魅力。 但他们,一定是那种,即使在困难环境中,依然能够看到机遇的人,而且也会给其他人留出机会,使其能够做出有益意的贡献,优秀的正能量者值得信任。 他们不会因个人利益而违背原则,而且也喜欢与其他人交流,相比之下,负能量者,只会指出眼前的障碍,他们只顾着批评别人,却不会针对概念提出意见。 他们的思维僵化,无法在困境中创造机会,也不会恪守自己的职责,更不会关心身边的人。 遗憾的是,一项研究指出,负能量者比正能量者更能影响别人,牵手的影响力是后者的气倍。 我们的研究也显示,工作中大约90%的焦虑情绪,往往来自社交圈中5%的人,那些消耗别人尽力的人。 接下来,你要对社交圈子中的人进行分类。 一般而言,我们可以把从社交圈中得到的益处分为6类。 信息、政治支持与影响力、个人发展、个人支持与能量、使命感或价值感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 一个优质的社交圈必须能够提供这6种益处。 这是非常重要的,对社交圈中的人进行分类。 能够让你清楚地了解到社交圈究竟会拓展你的能力,还是会限制你的发展。 你会看到个人社交圈子,中欠缺或多余的部分,也会知道那些人是你过度依靠的,那些人是你不怎么依靠的。 我们来对着做个案例研究,主要是一家投资银行的新星,他有24位亲密的顾问。 表面上看,这个数字是在理想不过的了。 但他所依赖的这些人中,很多都和他同属一个部门,而这些人常常也会互相依赖。 如果把多余的人消除的话,他的圈子就只剩下5个人了。 对此,他花了一些时间进行思考,也观察了同事的社交圈子,从中发现自己的圈子中,缺少了下列三种重要类型的人,负责不同金融产品的同事。 这些人能够帮助他为客户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方案,身处不同地区,尤其是伦多和亚洲地区的同事。 这些人能够强化他向国际客户销售金融产品的能力。 和新客户公司里的董事会成员,他们不仅能够介绍新客户,还能影响公司最终的购买决定。 卓发现由于自己的社交圈子过于封闭,从而导致了他的工作发展受限,以及耽误了升职成为董事经理的机会。 他意识到,必须花费心思去培养自己的社交圈子,而不是任由社交圈子随着日常工作而自动建立起来。 二,过率,分析过自己的社交圈子之后,你要狠心决定哪些人是你要远离的。 首先,你要和那些会消耗你的能量,以及助长不良行为的人减少接触,或者与他们断绝联系。 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,包括改变自己的工作来避开他们,不分配过多时间与他们接触,使着去改变他们的行为,改变你对他们的反应,以及不去纠结他们与你的互动。 以John Bailey,他是一所大学的员工,与两位同在该大学任职的行政人员的交流,经常让John感到很焦虑,甚至使他讨厌这所学校,忙生了离开的想法。 于是,为了不与这两个负能量的人接触,同时让自己不纠结与这两个人对他的冷嘲应分,他决定减少参与学校的一些项目和委员会,不到一年时间,他的工作效率不仅得到提高,生活也更加快乐。 John说道,我调整了自己的工作,也改变了对这两个笨蛋的态度。 这两个转变,让我得以扭转所处的糟糕境遇,时候想想,别起离开,我这样做是正确的,你的处境可以使你再不经意间陷入负面情绪。 接下来,你就要问问自己,你的社交圈子中的六种人,是不是有哪些类型的人数过多了? 例如,早期的领导者往往过于注重信息获取,而对个人发展不重视,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们可能就要与能提供信息的人减少接触,从而腾出更多时间,与那些能帮助他们获得个人发展的人交流。 除此之外,你还要考虑到哪些人以及哪个职能,曾经或者地区的人正过于依赖你,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? 原因是结构性的吗?意思是说,你的工作是不是需要你亲身参与,抑或是你自己的行为,造成了这种不平衡? 你能做出什么改变来改善这种状况?太多领导者的失败,都是由于接受或者创造了太多的合作性需求。 Po是一家消费品公司的调研部门主管,仅在工作社交圈就有70个联系人,为此,很多其他的人都对他怀有抱怨。 他们说很难联络上Po需要更多的机会与Po接触,为此,Po个人和公司的工作效率都受到了影响,分析了自己的社交圈子之后,Po意识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导致自己无法接触到圈子以外的人和项目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他决定下方权利,不在任何事情都亲力亲为,同时培养了一些可代替自己处理特定专业领域事务的人,他也改变了自己的领导风格,他不再像从前那样,只要下属一遇到问题就赶快帮忙解决,而是更多的从中抽离出来,鼓励下属下身边的人寻求帮助,解决问题。 Po说道,身为一个领导者,你会发现除了要参加没完没了的会议,周围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,在某些方面,你可以从中得到成长,但是到部分对我都不太适用,我的改变这个局面,这样我的团队在工作上才会更加高效,我自己的思维也会更有前瞻性。 三多元,在把自己的社交圈子腾出空间后,现在你需要往里面填补合适的人了,一些简单的工具,比如工作表,就可以帮助你处理这件事情。 比如,你可以先将社交圈子中的人分为六类,然后想想同事中是否有人可以填补其中的空白。 记住要选择那些积极无私,充满真能量的人,而且一定要请你圈子内外的人向你推荐一些人选。 你还需要思考的是,如何在社交圈子与职业、个人目标之间建立联系。 你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活动来实现,先写下你在接下来一年里想要实现的三个明确的工作目标。 例如,销售量发发,争取到一个亚洲客户,在列出有哪些人可以写下他们的名字或一般职责,能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、资源或者政治支持来帮助你实现这些目标。 身为投资银行家的,者想要争取一群目标客户,于是他联系了一些在亚洲和欧洲业务部门任职的同事。 这些同事与主要的目标客户关系不错,主要便定期与这些同事通电话,以发现工作上的机会,主要说道,一方面,这使我能够找到一些可以积极去争取的机会。 另一方面,在与其他银行竞争的时候,我们的工作模式显得更加协调,也更有竞争力。 目前,对于消费品公司高管铺而言,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,就是管理公司,在中国的新设备和创新业务。 由于彭所信任的顾问都没有去过中国,于是他就联络了一家大型生命科学组织的研发部门主管。 这家公司在经营中国业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,此利用最后,要确保你在最有效的利用社交圈子。 你在某个领域中,例如政治支持依赖的人,是否也能够在另一个领域中,例如个人发展满足你的需求。 如果你在某些关系中投入更多精力,是否能够从中得到更多呢? 调查显示,各个层级中表现最出众的人,往往会充分利用能够为自己提供信息的人来获得其他益处。 比如新的理念,另外,互惠的关系往往更富有成效,最成功的领导者总是会设法为自己的社交圈子提供更大的益处。 身为一家全球保险公司的高管,Ellen意识到虽然他有一个很棒的社交圈子,但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独自做决策,他不会征求别人的意见,以至自己无法有效达到目标。 于是,他开始公司中资率较浅的人共进午餐,并借着这个机会问他们一些开放式的问题。 这些人都是公司中非正式的一家领导者,他与这些人进行的交流,促使他简化决策程序。 同时挖掘出公司内部深藏着的创新理念,Ellen说,对我来说,与别人接触的最佳方式就是探索。 通过从别人身上获得一些战略性观点,或者了解别人对我工作的看法,我就能够获得新的想法与做法。 通过这种方式,我的工作效率要比那些更聪明的人还高。 长期来看,通过这四个步骤,建立的社交圈子,将会随着时间自发壮大,在适当的时机,他一定会为你带来最棒的机会,提供最好的想法,以及让你结识最优秀的人才。 罗布克罗斯是弗吉尼亚大学麦金泰尔商学院的的管理学教授。 The Hidden Power of Social Networks 艺术的合著者,罗布特托马斯是Eccentral Strategy的一名董事经理。 韩汤,欧宁为义,哈佛商业评论职场启示录,周强Qiangvhou.hprchina,奥长爱二维码,订阅属于你的卓越密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